《致命魔術》是一部由克里斯·托弗 诺兰指导的惊悚片 以19世纪的伦敦为背景 讲述了两个魔术师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复仇 电影的主要角色由修杰克曼和克里斯蒂安·贝尔饰演 而米高、可恩则饰演他们的神秘导师 电影的剧情非常复杂 包含了谎言、诡计和变幻莫测的魔术表演 加上两位主角的矛盾关系 使整个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观众从一开始就被带入了一个充满神秘感和阴谋论的世界 一个充满着黑暗和轨迹的世界 电影的演技也非常精湛 修尔杰克曼和克里斯蒂安·贝尔分别饰演两位主角 两位演员的表现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尤其是修尔杰克曼的表演 他通过细致的表情和动作展现了他的天赋和技巧 此外,电影的音乐也非常出色 有演奏家和作曲家大卫朱克斯负责创作 他的音乐通过红尾的乐章和融合了多种乐器的声音 营造出一种神秘而深刻的氛围 进一步增强了电影的情感和戏剧效果 总体而言 致命魔术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惊悚片 他的复杂剧情 清正的演技和出色的音乐结合在一起 让观众陷入了一个充满谜团和轨迹的世界 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好评 还成为了一部经典的电影作品 如果你喜欢惊悚片和谜团类型的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绝对值得一看